现在我们想进入杜塞尔多夫房车展的专用营地 进入营地前需要出示我们的网上预约 前面是给房车称重的地方 这是警察为这次房车展提供的服务 如果房车超过了载重量 在行驶的时候对安全会形成很大的危险 现在房车必须开上地棒称 然后可以自动的计量我们房车的重量 本地必须很小心的驾驶 把房车摆正在地棒车上 很快我们的房车称重完成了 旁边的警察也很快打印出了称重的单车 我们的房车允许载重量是3.5吨 今天称重的结果是我们的房车满载以后是3.3吨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200公斤的空车 现在进入第二道关卡 这里的安全人员要检查我们关于防疫方面的手续 我和本尼都已经打了两次疫苗诊 所以我们有疫苗通行 护照而已 安全员检查了我和本尼手机上的疫苗护照后 然后发给我们颜色的手法 这代表着我们已经是通过了安全检查 在将来这样的房车分担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方便 通过了重重观察后 终于进入房车引力了 我本尼都非常高兴 现在这里是房车引力的工作人员 这里管业还是非常高位的 它似乎是不大的视角 对 关业的管业人员 它引导我们去预定的房车 前面这个管业人员 直接带我们找到预定的位置 看 今天来了好多巨型的房车 嗯 来 出去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的部分 就可以按照